肝脏,位于人体的右侧,跟胆脑,医线和肠道一起,协调人体消化与吸收,肝脏主要负责过滤血液,可以分解血液中的毒素。 肝脏本身虽然具备强大的再生能力,但是,当有些慢性炎症,可能会对它造成永久性的损害,如果不及时可能会导致肝硬化,肝衰竭,肝癌等。 遗憾的是,对于长期的肝功能放尸往往是不可逆的,一旦发生了肝衰竭,则只能靠肝移植才能解决。 从刺伤的癌变,这是肝癌的成因因,慢用药品。 肝脏和肾脏是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,肝脏可以分泌肝没有,将药物分解,而大多数药物都可能产生毒副产物,从而会损害肝脏,然而,一些处方的止痛药。 比如维克丁,莫拉塔等药物,一旦滥用,则可能会导致肝硬,包括肝癌,甚至肝衰竭。 二,肝硬化,我们都知道是酒,肝炎会增加肝癌的发病率。 实际上,完整的过程应该是肝炎发展到晚期会导致肝硬化,而肝硬化可能会导致肝脏产生不可逆的斑痕。 最后发展为肝癌和肝衰竭。 三,肝肝病毒。 据了解,在全球范围内,有90%的成年人感染过这种病毒,而当人体的免疫衰竭时,该病毒就可能会引发肝脏的炎症。 继续发展,就可能发展为肝病和肝癌,这三种方法可降低肝癌风险。 可惜,却能做到的人太少。 一,少吃精加工的猪肉制品。 有些研究显示,精加工的猪肉制品,会增加肝硬化的发病率,甚至致癌率会超过酒精。 而在很多国家,40年前就已经建议民众少吃精加工的猪肉制品了。 精加工的猪肉制品错呆奶,首先要说的就是猪资料,大多数都是吃穀物长肥的。 而这些食物可能会增加猪肉当中Omega-6脂肪酸,醋炎花生4C酸的含量。 如果使用了这种猪肉的话,可能会增加肝脏病变的风险。 此外,很多猪肉都被加工成熏火腿、香肠、熏肉和午餐肉等。 而在加工的过程当中,可能需要添加一些化学防腐剂,比如肖酸炎。 一能肖酸炎转化为亚肖胺,就会增加人体的化癌概率。 二不吃,阿斯巴甜。 阿斯巴甜是一种人工甜味剂,作为食品的添加剂广泛应用。 但是研究表明,阿斯巴甜是一种致癌剂。 一项实验表明,如果给小鼠定期注射阿斯巴甜的话,经过时间的推移,肝癌和肺癌的发病率会显著增高。 另一项由欧洲癌症研究机构进行的研究证实了阿斯巴甜的致癌潜力。 三,定期排毒,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毒的环境当中,不论空气,水还是食物。 其实,我们每天都被各种毒素包围,如果想让自己从这些污染当中抽离出来,恐怕目前为止是做不到的。 那么就要让我们练就一身铜墙铁壁,百毒不勤的本领才行。 而肝脏清晰,可能就是最有效的食物方法,促进自我修复机制的完善。 首先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。 此外在饮食上,可以多吃一些血制品,多吃一些润肠通便的蔬菜和水果,加毒素彻底的排出体外。 上面的三点,你都做到了几点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